嗨,你们好!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讲讲 关于中国的书法和功夫 你们肯定有听到过 中国的书法和功夫 因为它们非常非常的流行和受欢迎 所以今天呢 我就来给你们讲讲 关于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功夫吧 首先第一个是书法 第二个是功夫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书法 书法是什么呢? 书法就是需要一根毛笔 这个就是一根毛笔 我们用毛笔来占取底下的这个水 叫做墨水 墨水它是黑色的 我们用毛笔占取这个墨水 然后就可以进行写字 我们是在宣纸上面写字 这个叫宣纸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宣纸上面 我们就是用这个毛笔来写字 那我们这个用毛笔写字和用 我们平时写的这个钢笔 是不一样的感觉 毛笔它是比较粗的 但是钢笔它是比较细的 就是一个比较粗一个比较细 毛笔的话呢 它前面是用毛做的 但是钢笔呢 它的前面它的整个就是用笔心 也是用墨水去做的 那它的笔尖是比较细的 是比较坚硬的 那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这么说 如果你的毛笔字写得非常的好看 那么你的平时写的字也会很好看 那么关于毛笔 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子 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子 他们都会去学习写书法 在很小的时候 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会被父母带过去学习写书法 包括他的拿笔姿势 他的这个握笔的姿势也是有讲究的 小朋友呢 通常需要学习两到三年的时间 甚至更久 那他们的这个字啊 写起来就会非常的好看 那对于中国的书法 我们也会联想到一个就是春联 相信你们也肯定有听到过春联吧 春联呢 它是中国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 通常呢 是在春节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会写这个春联 那春联它就是用我们刚刚所说的毛笔来写的 这个就是毛笔 旁边呢 这个小盒子里面装的就是墨水 所以我们用毛笔去占取那个墨水 用这个毛笔占取这个墨水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脸上 这个春联的纸上面写字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写的就是春 就很多人呢 他们会喜欢在纸上写一个春 象征着新的一年 也就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贴上新的对联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对联 贴在我们的门上面 我们在写完了这个春联之后 我们就会把这个春联 贴在我们家里面的家里面的那个门上面 就会代表 喜新的意思 那关于这个春联 在春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人 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写春联 有大人 有小孩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呢 是大人 这边是小孩子 他们都在写春联 非常的认真 那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武功 武功也是中国非常非常受外人 外国的朋友们欢迎的一个方式 它是属于一种健身的方式 那这里图片上呈现的这个叫太极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太极拳呢 太极拳它是武功的其中一种 就是武功它包含太极拳 太极拳呢 它是对我们身体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一种 锻炼的一个方式 通常太极拳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老人 或者我们说年纪比较大的人 他们会做的一种健身操 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 他们也都会喜欢去做这个太极拳 这样的一个健身操 因为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有好处的 那太极拳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动作非常非常的慢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速度是很慢很慢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会有很多的年纪比较大的老人 他们会到公园里面去做这个太极拳 大早上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公园里面做太极拳 那现在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武功或者太极拳 他们通过这个网络的形式 被更多的外国朋友看到了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 它正在展示的就是太极拳 太极拳它通过手机或者说电脑等 互联网的这种方式 传到了更多的国家 所以说就会有更多的外国朋友 还有他们也在学习太极拳 或者学习这个功夫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中国非常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 那像在我们的功夫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姿势 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上 图片上呈现的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种的 这个功夫的姿势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书法以及功夫啦 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自己去学习一下哦